一分钟抽中70万的豪车 这是个什么开年好运气啊 2024京东跨年晚会上 刘强东将自己最爱的猛士越野车 作为新年礼物抽奖送出 随后东风旗下猛士科技 当即决定继续为猛士加把 送出6台猛士917 近日猛士智慧工厂还举行了发车仪式 将猛士917送往中奖幸运儿的手中 不得不说 不愧是猛士 这一般豪爽程度旁观者唯有羡慕 2023年东风旗下 猛士科技的豪华电动越野车 猛士917应运而生 当然如此成绩也离不开 猛士智能越野架构MTAC的实力加持 让猛士917能够及超级平台 超级动力 超级越野 三大核心优势于一身 以智能化电动化驱动 纯电增程两种动力模式 四核动力 1000匹马力 0百秒加速仅为4.2秒 即使是百分之百坡道上的爬升 也可从容应对 猛士917整体车身造型 极具前卫独特性 大面积采用了机甲风格的设计元素 车内豪华和硬核并重 配备有空气悬挂调节系统 可以满足各种越野需求 连细节上也充满巧思 它的门把手设计成了手枪样式 中央挡坝区域则是设计成了飞机的推杆样式 可以满足冒险迷的各种需求 而如此大的车身 更不用怀疑其座舱的空间 成个舒适度可以直接拉满 一直以来 东风旗下猛士科技都坚持着 无畏征服的品牌信念 唯有不断的拓宽人生的边界 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如此东哥会在跨年晚会上 送出猛士越野车 也有了答案 他这是在祝福大家 能够成为自己的猛士 敢于挑战 敢于超越 在一次次的征服中 发现自我 成就自我 实现自我 2024年成为更好的自己